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课中我们即将学到插入声音和创建链接关系 下面我们来学习插入声音 插入声音 声音可以在页面中能极好的通脱网页页面的氛围 网页中常见的声音格式有 WAV MP3 MIDI AIF 2A或View Audio格式 我们这节课中即将学到添加背景音乐和嵌入音乐 我们使用添加标签的方法来添加背景音乐 首先将设计试图换成拆分试图 我们将代码划到最下面 在包地与包地之间添加背景音乐 我们添加的标签叫E-M-D-E-D 所以我们不需要记录太多的代码 EM-D-E-D 它是一个结合播放空间 就可以打造出一个web播放器的代码 使用它的方法很简单 首先我们将文件的路径写出来 是S2C双击浏览 选中我们需要天天的背景音乐文件 单击确定即可 之后我们来设定背景音乐的一些格式 AutoStart 这个代码是来设置 我们需不需要背景音乐自动播放 这个是用来表示背景音乐循環的次数 Head用来设置是否隐藏媒体播放器 记住 我们将继续写一个中复号 保存 RF12运行这个网站 我们的背景音乐已经将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学习嵌入音频 嵌入音频可以将声音直接插入页面中 但只有浏览者在浏览网页时 具有所选声音文章的适当操作后 声音才可以播放 如果希望在页面显示浏览器的外观 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首先我们点击我们想要插入音频的地方 分击插入 媒体 插件 分击我们想要插入的文件 分击确定 即可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 队齐方式 中队齐 接着我们在属性的面板里可以进一步设置 要长 宽 如果想实现循环播放音乐效果 我们可以单击参数按钮 按住加号 输入入 扫入入处 这样我们就可以循环播放 如果我们想实现适项播放 接着N加号 Alt start 处 分确定如何 文件保存 上面我们来按住F12 看一下效果 看 这种播放了 这个就是我们插入列项应用的按钮 接下来我们学习 创建认接关系 认接是一类网站的灵魂 一个网站是由多个页面组成的 而这些页面之中 基于认接认项目之间的导航关系 超级认接是指 站点内不同网页之间 站点与Vib之间的认接关系 它可以使站点内网页 同样有自己的整体 还能够使不同站点之间建立联系 超级认接有两个人组成 一个是链接载体 另外一个是链接力标 其他元素可以作为链接载体 如文本 图像 图像热区动态等 而链接力标可以是任意网络资源 如页面 图像 声音 程序 其他网站email 甚至是页面公告门 有位置 淘点 链接类型 如果我们按链接力标准来 可以将超级链接分为以下一个链类型 内部链接从网站文档之间的链接 外部链接或从网站文档之间的链接 好点链接 同一网页或不同网页中 决定位置的链接 email链接 搭配更多链接 关于链接路线 我们有绝对路线和相对路线 绝对路线为文件提供完成的路线 包括适用的协议 例如HTTP FTP RSTP 等 例如HTTP Google.com 它的协议就是8.8.8 相对路线 相对路线最适合网站的内部链接 如果链接到同一个目标下 则只需要输入链接到文件的名称 需要链接到下一个屏幕录中的文件 只需要输入内部名 然后输入链接到 再输入文件名 如链接到上一个屏幕录中的文件 则先输入 再输入内部名 文件名 另外一种输入链接路径是更路径 更路径是指从站点更文件到被输入文档 听到的路径 你从斜杠开头 例如 f by 斜杠 毛点 .html 为 毛点.html 根路径 接下来我们将学习超过 创建外部链接 创建内部链接 创建内部链接 创建email链接 创建毛点链接 制作词像 运动 下面我们来学习创建外部链接的通过 不论是文字和词像 都可以创建链接到 绝对地址的外部链接 创建链接的方法 可以直接输入地址 也可以使用超级链接对话框 首先 我们来选择这一段文字 百度 我们在属性面板中的链接中 输入我们想要链接到的地址 http 和百度和Count OK 我们在目标中 选择下 选择下号线Blank 这个意思是 在一个新的页面 我们的浏览器窗口中 开链接 文件 保存 按F12键 让我们看一下我们设计的效果 分析百度 我们发现 我们以前创建了一个外部链接 我们已经 证据到了百度网站 还有一种插入外部链接的方式 就是选中一段文字 在常用插入栏中 选超级链接按钮 文本摆布 链接是我们想要链接到的网站的地址 预标是我们要链接到网站的卡通方式 标题文本框 用来这个超级链接标题 设计好后关键确定按钮 按钮 选择 选择要链接到网站的网站的网站 如果链接到这个网站的网站 公民确定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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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常用快速栏中的电子 电子邮件电机按钮 盘出电子邮件电机对话放 在文本框中 我们输入我们想要电机的文本 在email中 注入我们邮箱地址 即可 文件 保存 好 弹出了对话框 现在我们就可以正式的认识到这个网站 下面我们来学习放键毛点链接 所谓毛点链接 是指在同一个认识中的不同的一个链接 当我们打开一个认识在场的网页 首先将我们的公标 至于我们要放入毛点的地方 单击常用插入栏中的 命名毛季二脑 命名一个毛季名窗 参与确定 之后我们再显入需要认识毛点的文字 在属性认识中拖动认识后的这个按钮 到毛点上去 好了我们创建毛点已经成功了 让我们看一下效果 分析保存 按F2 分析 看我们马上测识到了网页这个诗题的部分 下面我们来学习 做过图像应认识 卡开一个网页文件 选中浮现 可能会创建 在属性面板中 有不同形状的图像热区按钮 中边形热点根据 椭圆形热点根据 举行热点根据 选择一个热区按钮单击 接着 在我图像上需要创建热区的位置 测识浮标 如果创建热区 此时 选中的部分会称为图像热点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在属性面板中 设置链接 可以银标 现在请发出你的想象力 好吗要用各种元素 来工作你的网页 把它更慢的更高精彩吧 好了 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 我们将学到创建CSS样式 使用CSS样式美化页面 让我们继续用我们的耐心审美技术 达到我们的网页的完美效果 谢谢大家 今天的课结束 回来 我们的课 我们的课